新冠疫情期间很多民众被迫适应居家办公的新常态 并开始重度依赖网络科技来提升工作效率 那虽然说在这方面政府有必要扮演好领头羊的角色 在各大领域落实数码化 但首相慕尤丁也坦诚 政府部门的科技系统是有待改善的 为了让大马进一步迈向科技时代 那慕尤丁近期已经跟微软、谷歌 还有亚马逊三大科技公司的巨头呢 去领导会面 以加速提升我国的这个网络科技 而政府也计划在近期内推荐数码马来西亚 首相慕尤丁今天在沙巴 开启了他第二天的官方行程 他在山大根与一众沙巴联邦公务员见面时透露 政府将善用现代科技来提升公共服务的素质 让人民体验到更便捷的政府服务 政府一旦落实电子政府政策 势必也会让公务员的职责有所改变 那么记者就好奇了 国内160万名公务员会不会因此丢了饭碗呢 慕尤丁的回答是 慕尤丁保证 政府在推动电子化服务的同时 不会大规模裁退公务员 不过他也促请公务员要学习自我增值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